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号参赛者小S的基本资料 一号参赛者小S尽管已经是怀孕超过四个月的准妈妈 但是庄可爱的功力却依旧是无人能出其右 今天的庄可爱歌唱大赛 小S选唱了好姐妹范小轩当年红透半篇天的歌曲《你的甜蜜》 展现出了实在必得的决心 这一次的歌唱大赛主题叫做庄可爱歌唱大赛 我觉得好奇怪哦 因为怎么说呢 我这个人就是天生就很可爱了 所以我觉得用妆这个字好像对我来说有点沉重吧 因为我就是Nature cute啊 你知道像我老公啊 他每天都一定会跟我讲的话就是 Baby你真的好可爱哦 哎呀人家害羞啦 欢迎小意思姐姐带来的《你的甜蜜》 好可爱哦 小意思姐姐 你的甜蜜 已打断我的心 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 只是肤浅的东西 哦你的眼睛 像闪烁的心情 是那么样的shiny shiny吸引我所有的注意 不管是内在没可抗 外在没重要 我一直不想去思考 全部都弄掉 你对我实在太糟糕 我对你却太好 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 只能自己苦难 哦你的甜蜜 已打断我的心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 是那么遥远的距离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太恶心了 但是说可爱的人 有时候也会很性感 因为肩带掉下来 还穿黑色的 讨厌人家黑胸罩露出来了 一面一天要穿粉红色的才对吧 哪有人可爱穿黑胸罩 可爱的人心里 还是想要six一下哦 像你们可爱的人唱歌 是不是有时候故意 要有一点脱拍的感觉 没有是我刚才唱错了 是这样子啊 对 那你们可爱的人 因为刚刚一直想说 要好好的摆pose 跟摆表情 结果大字报就没有看清楚 所以脱拍了 那可爱的人是因为讲英文 不能太标准 我刚才有很不标准吗 因为像可爱的人不是对说 比如说sorry这样子 故意嘻嘻嘻嘻的 我刚才有唱 但现在你说sorry 对对对对 已经 诶 诶 不是 是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怎么咪咪咪咪的 或者 而且就是扎眼睛也不能太快啊 就是扎眼睛要慢慢的 而且扎一边的时候 要好像羊娃娃坏掉的感觉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就是都慢慢来 对不对 雪碧塔姐姐 好像那个没睡醒 没睡醒的感觉 我觉得你扎眼睛也不快啊 我说我觉得你扎眼睛也不快啊 对所以我 是吗 所以 雪碧塔姐姐眼睛也蛮慢的啊 你也很慢 你还说我像那个生病 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闭起来太久 哦闭起来太久 因为我困了嘛 我怀孕啊 那你们可爱的人生小孩的时候 会怎么样表现啊 会像一般的孕妇一样就是 大喊大叫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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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会剖腹生产不会痛啊 哦 所以可爱的人就不能自然生产 也是可以就是 叫声当然不会那么就是 好那你先来示范一下 如果 啊啊啊 医生好痛啊 赶快帮我把这个死角 还拉出来啊